HELLO 了世紀天天奴可星 大家好我是LELLO 今天來看HERA挑戰兩位1300的玩家 這個地圖是遷移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11點方向 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他的海戰的奴炮戰團 攻擊速度之快 但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算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但是他的市集是比較便宜的 而且交易的成本 有這5%的手續費的優惠 所以薩拉森人他的買賣流是蠻厲害的 但是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只要有買賣就有傷害 所以也不是說你一定靠買賣 就會經濟比較好 所以這個經濟加成可以說是零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6點方向的柏格地人 那柏格地人打海戰的特色 並不是非常明顯 前期有提前點科技 經濟科技的優勢 但是在海戰的發揮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雖然火炮戰船傷害也是高一些些 但是整體來說 這也不是海戰的重點 所以柏格地人要怎麼打海戰 算是一個比較微妙的地方 雖然是能打 但能不能打出優勢 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 HERA這邊選擇了義大利人 大約出身點位 2點怎麼方向 那義大利人的優勢前期 就很明顯 前期的這個漁船價格非常便宜 三級時代也有折扣 母炮戰船大學也有折扣 這些東西都是海軍方面的折扣 很不錯 而且後期義大利人呢 他的火器單位也是特別便宜 後期... 不是火器單位 講錯了 後期的這個勒納奴手 也是針對騎兵單位 所以薩拉森林跟柏格地人 這兩邊都是馬國 所以要針對對方的馬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且還有傭兵可以打 即使沒有出馬 轉步兵的話 或是攻兵 傭兵也可以稍微上前 HERA這邊選擇義大利人 應該算是比較好打兩邊的一個文明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會怎麼去挑戰兩位1200的玩家 好 這裡直接TC正常龍 補下了一個碼頭 好 後面補了一個房子 右邊9個村民 法木 然後開始出漁船了 這邊經濟資源看起來蠻正常 要打封鏡還是直層呢 我覺得HERA應該不會找 好 我會打一個正常的單挑配置 因為單挑配置來說的話 他會更早 會升到封建時代 然後這邊的話是選擇了20村 還沒有點上 那我可能要打一個23加2 升直層 可能會更好 畢竟有時代上的優勢 盧炮戰船 打兩家會比較好 那前期可能還是要先出火戰船 給對方壓力 那如果先升城堡時代 也可以提早去上島 開城市中心 拓展自己的經濟 那看到紅色 這邊是20村 點了封建時代 經濟稍微有點炸裂喔 錯名書有點尷尬 好像有點斷村喔 好 紫色部分也點下了直屋技術 也要準備打封建嗎 兩邊都是一個封建開 HERA這邊是一個直層的開局 好這邊是要打25匹 25匹 加2直層 這個漁船是按了非常多阿 那薩拉聖人拉了一艘漁船過來偵查一下 但這樣偵查的話會有點可惜喔 雖然你有這個偵查的視野 但是你的這個漁船就不能去捕魚了 經濟就會稍微差一些 而且前期的捕魚經濟加成是非常多的 所以不太建議 這樣子拉漁船去偵查 那要偵查也是 城堡時代或封建時代 拉一個火戰場去偵查一下會更好 因為這個遊戲的點位喔 都是蠻固定的 如果在對角線的話 那你的隊友在對角線 那右邊就已經是敵人 其實不用偵查 也會大概知道對手的碼頭在哪裡 HERA這邊可以點下城堡時代了 這邊經濟已經夠了 而且還有折扣 好 東京地人這邊也是打一個直層 這裡也是稍微有捕魚的配置喔 有捕魚經濟就不錯 好 撒身 三艘三角帆船 這三角帆船系列 還蠻好看的 像這個 瑪雅的南美文明 他們的戰船也是這種三角帆船 跟一般的戰船 這個四角的帆布帆船 太一樣 好 好這裡有五艘戰艦 但是HERA即將登島廊 好 往上登島 波紋地人則是在中間 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還有一個軍營 HERA這邊想要直接佔據中間的地帶嗎 好 沒有 決定開在木頭的旁邊 好 這邊登島 奴化戰船升級還需要一點時間 稍微往後拉一下 好 升級還有15秒左右 好 升級上去了 十艘火戰船 現在封建時代的小戰船 看到這個火戰船只能射射發抖 趕快回家 好 城堡時代還有兩分半 還有努炮時代的升級 這幾艘戰船能活到那時候嗎 HERA這一波包抄 直接想要把我起來打 第一時間沒有直接會流到自己的河口 就只能被包抄著打 哇這個血量掉得很快 好用一些戰船繼續追 拉幾艘戰船去燒對方的漁船 好這裡準備要上島了 HERA在家裡 直接在補下第二個船的東西 3TC開農 好下面再有兩艘戰船 繼續去燒這些 小型戰船 好這裡有一隻赤頭 偷打一下村民 好但是戰船終於被揭滅掉了 碼頭的漁船現在四處逃竄 趕快往下跑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還有工程機製造手 準備要來開始給HERA更大的壓力了 好問問地人 這裡是三個馬舅 要來轉重裝騎士呢 但他要轉重裝騎士的話 怎麼是先點下了二級挖石呢 感覺這個科技不是那麼必要的 把這個肉省下來 給重裝騎士可能會更好 好消化的火葬起來 也是繼續開燒 HERA直接一個多線 把兩家的魚都燒到 變熟魚了 OK這裡有關鍵的一根寶 好這裡一個壓寶 HERA要怎麼應對呢 所以後面有大量的騎士 HERA現在正面沒有辦法擋得住 這種公式的 後面要挖石頭嗎 現在HERA的一點石頭都沒有 至少有一根寶 死在這個位置 OK趕快趕快去挖石頭 要不要點個一級挖石呢 先補一個修道院 一大眼的僧侶也算是能用的 該有的科技大部分都有 這邊有更多運輸船 博恩帝人還用自己的運輸船去載隊 這麼講究團隊合作 但是這個好像有點空不過來 都在發呆 HERA這邊點下一級挖石 原來這裡不挖石的話 肯定會夾不住 會來不及 左邊的話稍微圍死一下 不要讓對方的騎士溜進來就行 後面再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用空間換時間 修道院補下 騎士過來就可以著想 出來招一下 補個房子 木牆圍起來 但左邊有漏洞 這個洞再繼續補 但是有洞還是流進來了 結果這裡是靠這個小 木頭 這個什麼 刺鬼嗎 刺鬼 擋了下來 勝率稍微 防守一下 脫米找個機會 想要手撕 工程器 但是後方有城堡 這個手撕有點硬要 這裡石頭挖得差不多了 還不用喔 才挖了300而已 真的還不夠 還是要靠買賣呢 這裡買個200石頭 就可以蓋寶了 那如果這裡用買石頭方式買上去的話 帝龍時代就會賣很多 但還是打算要買出一根城堡 有城堡才能守得住正面喔 Hera這邊加寶 聖旅過來 著想 這裡騎士想要直接上 好咧 阿不是說好要直接送阿怎麼又回頭 哇結果這個一回頭 又讓Hera又多賺到兩隻騎士 好用這兩隻騎士趕快來 打一下 巨型頭這個不是巨型頭襲 這個清醒頭石車 現在勝率全部都進入了CD時間 沒有辦法反擊 肉馬回去 再趕快收吹一下 趕快射一下頭石車 這一波終於衝進去 但城堡已經蓋好 但城堡一蓋好之後 Hera這邊就可以暫時安心了 畢竟帝王時代 他還有折扣上的優勢 森旅的數量也穩定起來了 這意味著 不過地人按更多的騎士 就是有可能會被繼續招手而已 但這邊也有一個大動作了嗎 還以為他要上倒 這個紅色的地圖也是蠻衰小的 居然這個河道可以直接 深入他的城鎮中心 這個有點衰 但這裡也是 但Hera這裡就沒有 就沒有可以直接深入到城鎮中心的旁邊的地方 地形 為什麼阿拉伯這麼平衡 就是因為CD國的其他地圖 平衡性真的是 很吃運氣阿 阿拉伯還是相對平衡地圖 好 這邊點一下了勒納娜爐手 好 開始轉一下勒納娜爐手 反馬 兩台 三台頭車 騎士躲在下面躲箭矢 再一刀 還左右抖動一下 躲了一下箭矢 成功擊殺掉兩台頭死車 好 地獄時代還有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現在Hera的基地就只有正上面這個地方 現在下方的經濟 現在博光地人沒有完全掌握 殺了三人這邊經濟也不是非常好 這只有兩個城鎮中心而已 村民處只有44村 但是Hera這邊已經89村了 紫色的是53村 這邊紫色的村民宿是有點上不太去的 一直有斷村的情況出現 也有可能是因為Hera是控制了海域的關係 讓對手沒有辦法很好的正常捕魚 但是Hera自己爽爽捕魚 好 這裡後面補了更多的房子 顯現兩個修道院 沒有繼續提升科技 地獄四代以上 馬上補下巨型投資機 裡面9隻勒納爾弩手 那這裡要不要補個工程器指導所 大學呢 大學又不在家裡嗎 有 化學趕快補一下 有化學之後 Hera就可以造出這個火炮戰船 就可以開始掃蕩 紅色加本島的建築物了 好 紅色在這裡又補下了一個 新的城鎮中心 繼續想要開農 Hera這邊進攻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手完全沒有想要反擊的意思 也沒有想法 風光地人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 資源有存嗎 有 這些資源存下去 想要直接點遊俠 OK 還有1秒鐘 好 遊俠馬上補 差一點點 欸 結果怎麼是先點真兵技術 還以為他要無縫接軌 速點遊俠 OK 這裡遊俠要再點一下嗎 這時候點遊俠很不錯 紅色地的馬舟科技是半價的 但是沒有打算先點遊俠 不知道紅色地人有什麼策略 但是選擇爆了一些馬 沒有先點遊俠 沒有先點遊俠 好 這裡蓋一個紹章 看到了有城鎮中心 沒想到Hera從下方的地方 開始偷偷登陸了 好 騎士趕快過來 抓下右邊村民 這裡防守非常薄弱 沒有城堡防守 很容易就被偷光 好 但左邊有大動作 惹娜奴手已經深入進來 不過地加里凡被 燒好到了 這就是維衛救趙嗎 這邊就是趙國 那這裡是衛國 維衛救趙 有沒有機會守住呢 哇 騎士趙砸了一發 村民有點殘血 稍微分散開來一下 躲一下躲一下 騎士趙砸到了一隻村民而已 好 點下了銀罐 巨盾科技 還有拇指環 三級夾 惹娜奴手的防護率 直接提升到最強狀態 但是精銳還沒有點 好 有惹娜奴手的話 就不怕對面的駱駝 或者是 遊俠了 好 精銳科技 也直接補傷 傷害來到了最頂峰 這裡有個機會 不知道博文帝人有沒有看到 這個應該是有視野的喔 這裡 雖然是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但是旁邊沒有太多槍兵 直接硬拆的話 是能拆的掉的 好 博文帝人這裡有點爆資源 肉跟金有點多 但是卻沒有點遊俠 好 下方少量奴隸兵開始反擊 這裡出奴隸兵的話 也會被惹娜奴手給射歪 現在HERA只要出大量的惹娜奴手 可能就可以搞定兩家了 右車也開始進攻 這裡直接蓋一根堡 阻止對手殺身挖礦 好 這裡又抓到了一堆村民 紅色村民樹已經只剩下30村左右 回到41村 41村 但是博文帝人村民樹也很少 只有60村 HERA村民分數已經來到123村了 經濟開始越來越好轉 慢慢進攻博文帝人這邊的基地 那這邊是多開了一些城鎮中心 但沒有補馬舊 這就很危險了 雖然現在補馬舊 可能也打不太以樂納奴手 好 這裡底下車水模仿 水車模仿 模仿水車 好 這裡一波博個地登倒 好 哇 打到HERA一個措手不及 家裡完全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趕快補一根城豹 這一波確實有騷擾到HERA HERA這邊死了大概10村左右 好 這裡趕快收村 好 HERA這邊也迴擊 你的隊友登倒 那我就輕易吃大亨寶 殺生家裡兩根城堡 有注意到嗎 這根堡被蓋了下去 那火色好像沒有辦法可以反擊了 島上的村民已經死得死 惡納奴手也把所有的奴隸兵給解決掉了 下方這個碼頭可能也要沒了 好 島上的這些騎士 應該可以靠這根城堡 產出的熱納奴手 通通解決掉 好 捧迴地人 現在做最後的堡壘 轉出了事件場 這時候彩帶補 可能會有點維持一彎 巨型頭司機都到了臉上了 好 這兩根城堡蓋起來 這裡臭雲直接想要手撕 手撕城堡了 好算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好 巨頭開始拆除剩下的圍箭 圍箭拆除 這裡就安心了 好 最後的圍箭在左半邊 這一坨騎士上去 護裝一波 HERA的熱納奴手送光 但這邊又來一個登島 好要秀一隻熱納奴手 一直一直慢慢秀 好 把對方的騎兵全部秀石 一隻熱納奴手 秀光 哇 好強好強 一挑四熱納奴手 直接到HERA家裡蓋個房子 但這邊想躲動 完全躲不掉 有單刀雪還是特別準 最後還是死光了 HERA已經成功把薩拉森給拿下 博弓蒂的你死不屈 點下來二級射 但是在毛病還沒有提升 只是一般的毛病 看起來是偏涼涼 博弓蒂打錯了GG 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太殘忍了 HERA真的是太猛了 這一波夾住真是夾得很好 除了蓋寶之外 下兩個修道院為死 都是這一場的細節操作 最關鍵點 HERA只有單純蓋寶 沒有修道院的僧侶防守 或是為死的話 可能這根寶也很難蓋得起來 甚至在蓋寶之前就已經死去了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HERA拿下資訊上的全面勝利 村民的數量 還是這遊戲的重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底部影片 注意 個人 部分 choices 店 好 還有 唯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